Dukwun是如何要亂黑山政局的?就在黑山國Montenegro選舉的前幾天。逃犯,Terra創始人Dukwun寫了一封信聲稱:"加密貨幣行業的朋友為一位主要候選人提供了競選資金。加密貨幣不僅有著混亂的市場,現在也引發了政治混亂。 擾亂了黑山國這個陷入困境的巴爾幹國家的一場關鍵大選。該國一直在努力擺脫有組織犯罪的控制和俄羅斯的影響。就在6月11日的選舉前幾天,Dukwun介入進來,導致黑山國的政治局勢一片混亂。去年,該公司的崩潰間接造成了整個行業2萬億美元的暴跌。Dukwun何其人呀? Dukwun於1991年生於韓國首爾。2015年,在斯坦福大學獲得電腦科學學士學位後,為Microsoft和Apple短暫擔任軟體工程師。2016年1月,Kwun回到韓國發展並創立了自己的初創公司Nifi。隨後Dukwun與他人共同創立了Terraform Labs。2018年發Luna與演演算法穩定幣。 從2022年5月9日開始,AS突然脫茅開始崩潰。Luna從119.51美元的歷史高點跌至幾乎為零。一週內,抹去料近450億美元的市值。 大約20萬名韓國Luna投資者受到損失。北京時間3月23日曼8時51分。黑山內政部長Philip Besic在推特表示,黑山警方拘留了一名疑似通緝犯之一的韓國公民Dukwun。 這為導致損失超過400億美元的前加密貨幣之王因偽造政見,在波德國旅策機場被拘留。 韓國、美國和新加坡也提出了同樣的拘留要求。 Dukwun在一封手寫信中聲稱,他如歐洲現在運動黨,Philip Besic的領導人有著非常成功的投資關係。 而加密貨幣行業的朋友們則以提供競選資金作為交換條件,以換取友好的加密貨幣政策的承諾。 這封信是從他自去年3月被關押在黑山國監獄時向當局寄出的。 人們本以為歐洲現在運動黨在新議會選舉中將獲得明確的民意授權。 該運動的競選活動稱將提高工資和養老金。 承諾清罪黑山國前任長期領導人米洛德約陷落為期。 Milo Jukanami 治理下槍決的犯罪和腐敗問題,使國家走上加入歐盟的正確道路。 運動黨贏得了最多的選票,但遠遠不及預期。 此略微領先於一個支持俄羅斯的對手團體。 該團體現在可以破壞組建一個穩定的、親西方聯合政府的努力。 百分之五十六的選民投票也創下了歷史最低的投票率。 歐洲現任運動黨領導人米洛伊科·斯柏伊奇·Milayko Spagic表示, Dukran 的干預摧毀了我們。 他已成為了Dukran信中的目標。 該信已被《紐約時報》審核, 並在選舉前在當地新聞媒體中曝光。 在一次訪中,斯柏伊奇譴責Dukran 的指控為極度虛假, 並稱其為一場安葬的政治遊戲, 只在損害他的黨派機會。 Dukran 的律師並未對這封信的真實性提出異議。 作為斯坦福大學畢業的Terraform Lab 的創始人, Dukran 曾被譽為加密領域的先驅者。 他設計的流行數為貨幣LUNA被他稱為 將改變世界的貨幣, 並置豪地稱其分屍為LUNATICS瘋子。 2022年5月,LUNA和Dukran 設計的Terra USD 的大崩潰, 將他從創新英雄變成了一名逃犯, 受到美國和韓國的欺詐指向。 此後,他消失了,他的下落一直是個米, 直到黑山國當局在今年3月宣他被逮捕時才揭曉。 據悉,他在首都波德國旅策試圖乘坐一架 前往迪拜的私人飛機時被捕。 他使用了一本偽造的格斯帶來家護照。 他一直堅稱護照是真實的。 但波德國旅策的一家法院在一裁定 Dukran 和一位韓國加密業務夥伴使用偽造 旅行黨的罪名成立,並判處他們四個月監禁。 Dukran 在被逮捕前在黑山國做了什麼 以及他到達後的情況仍不清楚。 他被捕後的活動更加樸縮迷離。 韓國檢察官表示,雖然Dukran被剝奪了電子設備, 但被關押的Dukran似乎以某種方式 從與他有關聯的加密錢包中轉移了2900萬美元。 這一報道得到了彭博新聞社的證實, 黑山國臨時總理、斯柏伊奇的政治對手 德女坦阿巴作為期。 Writing Abbasovic 表示, 沒有記錄顯示Dukran進入該國或在酒店登記。 所以當局希望查明他是否有當地合作者。 我不指責斯柏伊奇任何事情阿巴作為期 在一次訪中表示, 但我們需要了解在這裏的加密貨幣社區中發生了什麼, 以及他是否涉及洗錢和競選資金的問題, 在德約陷落為期長達三十多年的統治期間。 黑山國長期以來一直是香煙酒師和海洛恩泛運的中心, 但近年內,他將自己宣傳為加密貨幣行業的中心。 2022年,當時擔任財政部長的斯柏伊奇預測, 該行業在三年內可能據黑山國經濟產出的近三分之一。 獨立媒體集團的負責人澤里科伊曼諾維奇表示, 對斯柏伊奇和其他區塊連信仰者來說, 加密貨幣是下一個大事件。 他被視為一種簡單的解決辦法,一種新的秘密配方。 用來取代幾十年內一直是德約陷落為期的配方的走私活動。 伊曼諾維奇先生說道, 但這種神奇了法最終變成了一場災難為了吸引人才。 去年,黑山國授予了以神公民身份。 維神則表示,從未有意見過或與Dukran進行過交談, 包括通過第三方,並且從未向歐洲現在運動黨捐款。 今年5月,他在黑山國舉辦了一場區塊連會議, 除了科技愛好者外。 斯柏伊奇和臨時總理阿巴祖維奇也參加了該會議。 斯柏伊奇在Twitter上發了一張他與維神的合照。 維神手持他的黑山國新護照,佩敏寫道, 我們將把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帶到黑山國。 然而,黑山國的開放方式也吸引了喬治科特·雷爾 一位在美國因電訊詐騙罪被判有罪的英國金融家。 後來以申明自喬治科·喬治科而居黑山國。 據官方消息, 張牙·雷爾先生在警方突襲了位於沿海度假勝地 蒂雅特的酒吧後不久於6月9日離開黑山國前往倫敦。 執法官員認為該酒吧與它有關聯。 酒吧內設有賭博機和用於購買和交易數字貨幣的加密貨幣自動貴原機。 代表科特·雷爾先生的律師拉特科·潘托維奇。 Raco Pantavia 代表該酒吧。 他表示他的英國客戶遇到場或加密貨幣行業沒有任何關係。 負責在蒂雅特進行警方突襲的黑山國臨時內政部長 菲利普阿·貴奇。 菲利普阿·貴奇表示, 張牙·雷爾尚未被指控任何罪名, 但正在調查他是否參與了可能非法的加密貨幣活動。 阿貴奇表示, 黑山國需要對這種促進匿名交易的業務保持謹慎, 因為它有利於有組織犯罪, 有利於恐怖分子融資和有利於花錢。 美國和韓國的檢察官希望調查當局在Dukun被捕時 從他那裡沒收的三台不記型電腦和五部手機, 以尋找投資與他現在價值幾乎為零的數為貨幣的數十億美元的線索。 然而,對黑山國當局來說, 更感興趣的是, 這些設備可能包含的與競選資金和Dukun與斯柏伊奇的關係有關的資訊。 在6月16日的法庭聽證會上, Dukun的律師表示, 他們的客戶否認資助斯柏伊奇的選舉活動。 然而,Dukun的信中提到, 加密貨幣行業的其他朋友進行了貢獻。 我有這些溝通和捐款的證據。 Dukun在信中表示, 斯柏伊奇最初否認與Dukun有任何聯繫, 但後來承認自2018年以來就認識他, 並代表他所稱在新加坡工作的一家投資基金為他投資了資金, 他欺騙了我們斯柏伊奇表示, 並於去年年底再次在貝爾格勒會見了他。 在此之前, 韓國檢察官於9月份宣, 全球運警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對Dukun發了紅色通報, 要求逮捕他。 斯柏伊奇表示, 他與Dukun見面只是因為我們想要把我們的錢拿回來。 Dukun提供了不同的說法, 他在信中聲稱斯柏伊奇想討論競選資金問題。 他表示, 當時正計劃競選總統的斯柏伊奇解釋月, 他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競選活動籌集幾百萬美元, 並要求我做出貢獻。 Dukun表示自己拒絕了。 斯柏伊奇表示, 他們討論競選之金是絕對不真實的。 在選舉中獲得第二名的親俄羅斯聯盟領導人米蘭克涅入圍棋, 麥朗尼西瑞表示, 他對自己團隊意外取得的強勁成績感到高興。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Dukun造成的混亂。 但他仍然對黑山國對加密貨幣專家闖開大門感到遺憾。 克涅入圍棋坐在裝飾著俄羅斯總統普京照片的辦公室裡表示, 與歡迎伊斯蘭國激進組織的戰事相比, 這將是更好的選擇。 他如,至少對於ISIS, 你知道你要對抗的是什麼。 但我們不知道這些加密貨幣人真正在做什麼。 令人第1次加密貨幣人, 出席的 utrial尽量, ответ沙的興趣。 沒什麼將都需要受到活動, 使用了5分小的成員 corps, 使用了幾分小的成員王。 因此我們會訪問。